柯批失禮了 柯批失禮了 為什麼這樣說 韓國瑜 柯批只說韓國瑜選前 沒有給丁所忠站台 已經有夠意思了 所以當時我們講的就是說 給韓國瑜一個空間 丁所忠你點點要贏 屬於是有機會點點要贏 但韓國瑜已經收到那個 要跟柯批大家知慾知恩這個佈禮 但今天柯批你公開跟韓國瑜吃豆腐 這你就失禮了 你如果可以公開說我邀請你來 我要跟你說是也不是 叫你說柯批就是說 你應該先跟韓國瑜通個電話 你不可能沒有他的電話 我們就他的電話 應該就是說柯批要事先跟韓 妥協協商一下說如果雙城論壇 因為他就傷害到 過去高雄沒班 所以韓還沒有建立跟大陸哪一個城市 廣州市國共交流平台裡面 原本跟高雄市的交流對口城市 那還沒有建立高雄也可以辦雙城論壇 那今天是因為上海跟台北已經辦了 所以柯批你做這件事就是說 大大失禮 不是你不對 沒有錯 但是你這樣對韓國瑜 這是真的一種模範 為什麼我們就回頭來看 這次他就叫韓流冠世了 那你柯批不要應該回頭來想 是韓國瑜沒有親門踏戶 沒有飛進北上 所以今天讓柯批有超過三千票的空間 不是嗎 那你今天在這個整個 現在大家都已經是面霞市市長 如果說你是大開大合 柯批真的是大開大合 那今天我們沒有話講 我們還會肯定你 今天不是你只是借著韓 那打這個牌 你跟綠營將軍嘛 那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尤其是在現在 兩岸都要開新局 台北柯批也要開新局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 各要開一個新局的時候 你這個下去就不會打 所以我們對韓國瑜的理解 我只能公開拒絕你 對不對 還好他沒有稱病 郭董講的稱病是最好的原因 但是韓國瑜今天就是說 他也沒有說柯批怎麼樣 就是說我沒有 我小內閣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那當然現在是很多事情 我光是我台南市 我高雄的小內閣光我什麼事 我收到的推薦書 你就現在民進國民黨大佬 是不是你 我收到的推薦說還有海外 在海外當過國會議員的 我們台灣移民出去的 然後也當過當地的市長的 他也寫信說我願意回來 為高雄服務跟打拚 然後包括像這個有一個 從美國回來要投資AI 他是醫療高端的 本來要落腳在桃園跟台北的 他跟我講他怎麼 他就有我電話說 你把我的資料 我說他說我們覺得高雄會改變 所以原本要在桃園跟台北的計畫 他說他願意投到高雄 我說好 我們不會去 連我們跟韓總這麼說 我們都不會去介入 我說你把你所有的 包括你的公司的簡介 你整理一份過來 那我一定會幫你送到 新的市政府手上 因為他現在歡迎各界來投資 那至於人事呢 包括會講英文的文化局長 我們接到的真的是很多 那也有一些是說 我是在世界雜誌有報過的 那我不求官不求名 那我願意幫忙高雄發展經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股寒流是存在的 那柯B我們覺得說今天講這樣 我說大家都來幫人 柯B為什麼講說柯B你失禮 對不應該這麼做 那其實從這裡就看出你的 內心很懼怕 柯B心在喊 他這次的連任 讓他失去很多的政治基礎 所以你說白率要鬥 講白了 柯B沒有太多本錢 所以要拉韓國瑜 所以要拉韓國瑜 你一下子就露出馬腳 你就讓我們看我卡手 本來你應該 你來把韓國瑜先討一下 兄弟 大家選了 幫你強氣 那是不是我們台北你來捧場 到時候你高雄要跟哪個城市 開雙層論壇 我一樣 理善往來 這樣就好 這台面上這樣做不是很漂亮嗎 你買錢買就給他強了 我又強了 韓國瑜這時候 把你打贏 多少人會失望 工作不是這樣做 雙層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柯B也不是 我們講他是說系列 沒有什麼對跟不對的 他對韓國瑜等於是施理 這樣的話 我們再看整個變化 其實雙層論壇 他開了以後 包括兩岸 因為15個縣市 包括大陸所釋放出來的善意 包括這一些城市 像我們台南一樣是綠營執政 我們也呼籲黃偉澤 你應該從善如流 你願不願意 把你的立場說清楚 你同不同意路客到台南 他會受到尊重 我們台南市是會歡迎的 再來我下個月我帶一團 就是我們當時建立了 已經買了4000多個貨櫃的鳳梨 這個通路商 我們下個月會帶高雄的 鳳梨農還有屏東跟台南的 我們會帶他們去 再去看就是說補足過去高雄 為什麼重50公頃的人 他竟然一年沒有一個貨櫃外銷 那就是整個產銷 還有不足的地方 那這些事我們可以 民間可以做的 那高雄市政府可以協助的 我們也會請求他來協助 不必他協助了 我們先走 農民因為你不能等他就任 就任是12月25號 等他就任把這個公文看完 已經一月底 我跟你講今年一月底 鳳梨就開始成熟了 整個你第一個櫃子沒有去 後面二三十個 兩三百個 一千個你就接不到 你一張單子就會一張都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能幫的就是說 能做盡量做 但是大陸跟現在跟過去不一樣 因為他有善意 他也說好你們把需求提出來 我們提過很多次 很多最後都是沒有結果 因為韓總講一個話就 不要有中間商 沒有中間商就會促成 你有中間商 你不要小看這5%10% 5%10%對末端價的人來講 他這個成本就是他的貨賣不出去 我願意跟你採購沒有數量 那你農民還是死 所以這樣翁來 我們這個下個月 我們就會帶他們去 像那個林毅 馬總統去看他哭了說 他種50公頃 虧了一千多萬 你看看這些人 他去給台湯的 50公頃的農地 全部種鳳梨 他大概有四分之三是種 金鑽台灣金鑽的鳳梨 四分之一是種牛奶的 就是大概12月 對這個時間在產了這個鳳梨 那50公頃會虧一千多萬 那就我問他 他一個貨櫃都沒有 都沒有外銷 一個都沒有 所以他完全是等於看內銷 那北農績銷不佳 他就賭賽了 所以我們這次會 警察兒子跟我們一起去 那我先跟他講50個貨櫃 就是說先 那這樣你起碼 你就保本 我先有50個貨櫃 但要看天吃飯 譬如說我禮拜一給你貨櫃 那你禮拜六要集貨 禮拜四下雨 那就沒辦法 你禮拜六就不能採 對 所以很現實 我們盡量幫 所以我們覺得說 開新局的時候 這個柯B 你應該把韓宗偉回一個失禮 真的 你打個電話道個歉 太過堂圖 然後外行的 看就跟我說 龍江你今天起去 要跟他講一下 怎麼有人這樣問 你頂著 南部人看 我們高雄人 台南人看 頂著在幹聰 我拒絕你等於是 好像我失禮 我怎麼會反對雙城論壇 我不拒絕你 你又逼著我 鴨子上架 所以今天這事 柯B處理後不漂亮